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网络时代 网络的运作的模式 基本上是西方的重要的厂商 包括Amazon Google Facebook 或者是Microsoft 这些世界级的公司所运作出来的一个 大型的网络运作系统 它的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元素 第一个 电脑的高速运算 第二个 大量资料的存储 这个跟半导体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半导体产业看起来 在中间必须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也都知道半导体的生产制造 现在基本上是在亚洲国家 大概分成两大块 第一块就是有韩国厂商主导的 记忆体的行业 第二个就是有台湾主导的晶圆代工业 因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晶圆代工留在台湾 这个就是全世界把半导体设计 各种不同的产品设计概念 能够运作出或生产出 不同产品的非常重要的生产的机制 所以台湾在中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全世界的iPhone 现在还是有台商 台湾的厂商在组装生产制造 笔电也有80%几 伺服器有90%几 都是台商在制造 中间背后就需要很多的半导体的零件 那半导体的零件到底谁供应呢 大家知道在30年前 日本的半导体工业大概占了全世界一半 那现在占全世界一半是美国的公司 如果以中端 就是半导体的品牌产品来讲 美国大概占了一半 日本剩下10% 但还有记忆体 记忆体大概占全世界的市场的30% 这个部分韩国最强 那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判读 虽然产品的设计观念是 美国的公司现在占一半 我刚才讲的 但是因为生产制造都在亚洲 所以中国大陆一旦假设 台湾跟大陆合而为一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大陆在整个半导体产面的飞跃的成长 那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大陆当然对于跟台湾的合作互动 保持了高度的兴趣 那台湾在中间 我们在第一岛链 我上一个节目也谈到说 第一岛链的日本 韩国 台湾 加上美国 中国 其实是共构出全世界 我们看到的网络时代 或者物联网时代 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力量 所以2014年开始论述 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半导体工业 那是真的很积极的 很快速的布局 他们希望透过诟病 引进技术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 用最短的时间 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工业 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工业 大陆这个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视 所以它定出了2020年 半导体产业的自治率40% 2025年要达到70%这样的目标 好 那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去理解大陆这样的策略目标 它的可行性有多高 那到底它的合作伙伴是谁 它的变数是什么 谁会是阻挡它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或者促成它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到底是哪些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本书里面 希望探讨的重要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把半导体产业分成四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半导体的晶圆制造 第二个是半导体设计 IC设计 第三个是封装测试 第四个是半导体设备材料 这四个领域其实各不同属 上下有的是有关系 但其实它产业的竞争力 技术的范畴其实有相当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应该个别分开来谈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就是 我们刚才谈到中国大陆认为说 它到2020年要达到40%的自治率 2025年达到70%的自治率 这一件事情它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 中国大陆现在市场到底有多大 我想市场也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中国大陆去年进口减出口 半导体业的逆差是2274亿美金 那中国大陆自己生产的半导体 是237亿美金 这两个加起来大概占全世界58 但这两个部分在市场上消费的时候 它也分成两块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本土的公司 小米 华为 还有联想这些公司 还有国内市场的消费 包括汽车 汽车产业所消费掉的半导体 这个部分加起来是全世界36% 另外鸿海 广达 人宝 伟创 或者Sony 三星 LG 在中国大陆主张电视机 或者不同的产品的时候 它需要的半导体 大概占全世界22% 所以中国大陆内地的消费 加起来是全世界58 但有一部分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公司的消费 一部分是外商的消费 这两个加起来才是58 所以我只是不太明白 大陆所谓的自治率40% 是讲前者还是讲后者 所以我们必须逐一的去分解 那因为了解产业的结构跟数据 它需要很专业的工作能力 跟它的历史经验 所以我试着 我希望站在亚洲产业分析师的立场跟角度 希望把它把它拆解 让美国 让欧洲 让台湾 日本 韩国人 都同时可以理解 这中间可能的变化因素在哪里